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午餐时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Satania 这个Satania是我双见论股 YouTube Channel 里面的一位 Join Member 所问的股 这只股呢,近期就很hot 就有很多大神的去博目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这只股的基本面呢 基本面并不是很好的 所以你就知道 基本面不好的股呢 这样子来上涨呢 它不会跑得很远的 这个要千万记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图 很明显呢 它就已经是涨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涨上去这个POC 也涨上去过去这个段的这个POC 就是这条 这条 它的20天跟60天均线的都是往上扬的 这些都是一些好的讯号 如果那时候在这边马路的时候 就这个突破嘛 这个是一个马路讯号 你就大概是买在4毛钱左右 现在大概是赚1毛钱 1毛钱 是不错的 问题是现在是可以追嘛 这个才是主要的问题 因为过去已经是历史了 所以这边有两个看法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已经是在之前就买了 买了 现在你正在赚钱 你看图表的话呢 也知道它现在不记 不记就把它卖出去 因为它才没有开始U-turn 之前我讲了 这个股是没有什么基本面的 它迟早 它是不会走很远的 它迟早会掉下来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现在讯号还没有 如果你持股的话呢 就继续保留 不需要继续买 等到有讯号出现的时候 才打算吧 这样什么讯号呢 或者说你现在没有持股 你要打算马路怎么办呢 老师说 它现在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阻力 就是这条 这条线呢 这条线 就是大概是0.55 0.55 它有两分钱 这个0.55呢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顶啊 这边 这个它就是它之前的这个 阻力线 它如果要追的话 一定要等它站上这条线的时候 才是安全 因为它等它站上去什么意思呢 等它站上去的时候 就是有个清澈的阻 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要像我之前讲东西 这样这些全部呢 又会变成它支撑盘 又会支撑它往上去 但是我也是讲的 当时啊 这支股不是很有 基本面 也就是说这些支撑盘呢 它的这些投资者呢 不是一些很坚定的储资者 他看到赚钱 他可能也会卖出去的 不是那些基本面好的股 赚钱 他们是不会卖 因为是好股嘛 不是很好的股的话 这些人呢 可能就会开始套利 这样呢 他可能就冲不上去 无论如何 如果能够站上去的话 总是好事 那时候可以再考虑的 现在这样子就不要追吧 0.55 OK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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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